頭痛是常見的症狀 幾乎每個人都有過頭痛的現象 而其中有一些可能是嚴重病徵的表象 我們一起來看醫生的介紹 就是就學受到的壓力 那就會有頭痛的現象 這些頭痛常常就像是戴一頂帽子一樣 就是有一圈好像有這個擠壓的感覺 另外比較常見的非棲質性的頭痛 就是像偏頭痛這一類的頭痛 這些是因為血管剛開始有收縮的現象 但是在收縮過後突然間擴張 這個時候這個血流的這個搏動 就會引起一種頭痛的現象 這個有時候會伴隨著其他的症狀 比如說有時候就看到眼睛前面發黑 有時候是有光點 甚至有些人他可能是可以聽到不一樣的東西 或是聞到不一樣的味道 這種偏頭痛有時候會持續幾個星期 治療上來講他通常就是需要用藥物 來讓血管不要擴張得太厲害 除了這些以外氣質性的頭痛 就要看到底是哪個地方受到影響 譬如說有些人是因為頸椎這個地方 壓迫到這個整身經 這個時候就是頭的後腦勺 可能就會因為這個原因引起頭痛 其他可能就是因為顱內壓增高 顱內壓增高有可能是 有些人是因為出血的關係 譬如說曾經摔了一跤 然後這個時候在這個顱內出血 有壓迫到這個腦子就會開始有疼痛的現象 有些時候是這個假性的這個腦瘤 這些人有些不明原因的關係 這個顱內壓就開始增高 這個英文叫做Pseudotumor cerebride 這個時候看這個電腦斷層的時候 可能看不出來什麼東西 但是做這個脊椎穿刺的時候 可以發現這個腦脊水液的這個壓力就增高 其他比較嚴重的是譬如說有些腫瘤 這個可以是腦膜的產生的腫瘤 或是說是這個腦本身的這個腫瘤 還有其他原因可能譬如說 有些人吃了生的豬肉 這個豬裡面有掏蟲 這個掏蟲的幼蟲可能就會進到腦裡面 就是看起來會像一個腦瘤一樣 就另外可能的就是感染 譬如說有些人有腦膜炎 或是這個腦炎 這些都可能會引起努力壓的增高 這個時候也會引起頭痛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 一個人如果開始第一次有頭痛的現象的時候 可能要第一次就先去做個檢查 譬如說找腦神經內科的醫師 去看看到底有沒有什麼 其他附帶的這些症狀 譬如說這個手腳有一些麻木的現象 或是說手臂或是腳沒有辦法動得很好 或是這個顏面上有這個麻木的現象 或是這個吃東西 或是會容易口水從一角出來 這些都可能是這個腦部出了問題的時候 產生的現象 檢查方面 像剛才提到的 可以是用這個電腦斷層 或是這個核式共振的現象 所以做這個顯影的時候 可以辨別是不是有氣質性的這些變化